我们有那个翻译 所以我们有翻译者 所以我可以说中国 今天这个板块的讨论 我想其实是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城市 在现在中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也是全世界这个 大概城市建设规模最大的地方 就在中国 所以这个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 文化对实现可出现城市的贡献 我想对中国来说是特别有意义 一个讨论的话题 当然对整个世界也有意义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会场 其实听众是不多的 那么这个情况很真实 因为这个来的听众都是自愿的 不是被组织来的 那么它也就说明了 关于可持续的讨论 其实在中国现在 大家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需要来这里开会的原因 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首先从我开场 那么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引出一个话题来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连计算机都不会用 因为我不用计算机 我想可能的话题叫做杭州革命 一种可持续城市建设模式的可能性 那么为什么说杭州革命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现在的现状 我想这个大家现在都是知道 中国现在整个的状况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就不用重复了 那么中国的城市 大家一看也非常的熟悉 那这张照片是我破普利策奖那一天 我住在北京的台越酒店 我从我的房间里拍下去的 这是北京 我小时候住过的城市 但是我已经完全不认识了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也许这是月亮 或者说是火星 因为它完全不带有任何在地球上的文化的任何的特性 它完全像是工厂也生产出来的 这片的机械性的产品 就现代整个的城市 就有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当然大家也发现 这样的城市实际上失去了城市的特性 失去了它文化的魅力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明星建筑师站出来 设计非常奇怪的建筑 来用一种非常粗鲁的方式 来再次强调说这是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建筑 这也是一个著名的明星建筑师设计的产品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城市建设的这种模式 它是非常的粗鲁 你可以看到它的第一步实际上是把前面所有的自然环境 产品变成城市的基地 然后迅速的来按亮的来建造这样的城市 它的结果是这样的 这样的城市的这种中心的这种模样 在中国你至少可以发现一百个城市是这样的 而且请了大量的外国的著名的明星的建筑师 对他们去设计 但是很奇怪 即使这样设计 就让大家发现所有的城市还是非常类似的 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特别的不同 所以大家又显得非常的困惑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 那么这也是非常典型 所以这种城市起来之后 你找不到城市的气负 你经常会发现大的建设 好像之后是非常空旷的这种尺度 超人的尺度 所以经常有人说 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国家 因为它不是现实 它是超现实的 或者说我觉得中国恐怕是把现代城市规划 包括现在建筑的这种理论 所有正科书上的理论 真正变成现实的一个国家 但真正变成现实之后 你可以发现它到底有多可怕 我是一直待在杭州这样的地方 我是觉得文化的地方性很重要 这张图是一千年前的杭州 这张画一千年前的 也就是马可波罗当年说 他是觉得那个年代的杭州 是全世界最华人的城市 在那个年代杭州就已经有一百万人口 超过一百万人口 全世界最大人口的城市 就是杭州 在一千年之前 那个时候它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但是你看这张图 你看到城市了吗 你看到的是一张风景 建筑在哪里 你看不到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题目 叫做杭州革命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 中国的首都从北方搬到了杭州 反正杭州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城市 当这个首都搬到杭州的时候 杭州已经是一种从下到上 自然的生长起来的一个城市 和环境融合在一起 所以新来的这个首都 没有办法简单的重新来建造这个首都 它不得不适应这个城市 所以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一个大的帝国的首都放在了一个 风景的城市 而且没有破坏这个城市的风险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叫杭州革命 是第一次出现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城市 不得不适应一个景观的城市 我们看一下一千年前的绘画 我们在那张大的图上 你看不到杭州在哪里 实际上杭州是这样的 它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小小的局部 如果你真的走进这个城市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杭州的地图 这张地图是1955年的地图 实际上从一千年前到1955年 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 它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这是这个城市 这是这个西湖 这边是山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 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个城市的形状 因为有河 有湖 有山 所以它的形状 是一个自然的形态 不是方块的 整个的路往是自然的 它是班区的 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杭州本地人 管这个城市叫做一半湖山一半城 也就是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 中国风景城市的模式 这个模式对那一千年以后的 很多的中国城市 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不是说城市这部分是城市 是那一半有湖有山的部分 也是城市 这两块东西加在一起 我们称之为叫做城市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模式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这种模式里头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 城市和乡村的那种冲突 是不存在的 这是乡村 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乡村 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些乡村 其实跟城市的结构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规模不同而已 所以在中国的话 我们经常探讨的就是 我称之为叫做微观的 小型的景观城市的结构 这个结构足够小 它就是乡村 当他们都待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是城市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没有分裂的景观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中国的乡村 这个跟你在杭州的某一个局部 看到的景象 完全是一样 它的密度也很高 生活平静 当然进入现在之后 这些东西都在变化 但翻过来 我觉得中国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是城市在影响乡村 而是长期以来乡村的这种景观的文化 一直在持续的在影响城市 因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 传统的价值观里头 一向是认为 乡村的价值观比城市重要 城市只是你为了追逐 明 令 暂时去一下的地方 你来自于乡村 最后你要回到乡村 所以城市并没有那么重要 当然一切都在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自然的变化 在中国的乡村里 比如说1970年代 就出现了这种新型的文化建筑 叫做Town Hall 或者Village Hall这样的建筑 可以做演出啊 开大会 以前是没有这样的建筑 但它仍然带有 非常自然的传统的特征 它的内部的结构 已经不是传统的了 但是它仍然和传统有关系 包括这种农民的新的住宅 已经不是传统的院落式的 但它仍然用传统的技术 形成新的农村的公寓 这都在1970年代发生了 那么1970年代之后 进入1980年 中国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有这种自然变化的线索 全部中断了 全盘改向 就是向西方学习 自己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全部放弃 然后之后向西方学习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是现在的房子 你说这是芝加哥吗 你说这是香港吗 你已经说不清楚 这个城市除了西湖这一块 还被保护下来 剩下了整个的城市部分 传统建筑被拆毁了超过90% 在短短30年内 整个城市被建造成 你不知道在哪里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 规模是原来城市的10倍 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建造中 规模变得非常的巨大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对城市发展有什么 可能会有什么贡献 或者说城市的发展 对可持续的发展 会有什么贡献 我基本的第一个疑问就是 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在本质上 是不是和可持续的观念 就是充分 也就是说在可持续的观念里头 这样大规模的城市 本身就是要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而不只是讨论 你对我有贡献 我对你有贡献 我想这是基本的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乡村 这是杭州周边的乡村 中国最富裕的农村 就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周边 所以这个乡村的建设有巨大的影响力 影响到全中国的乡村都在像这个榜样在学习 按这个样子在建造 这个甚至已经变成一种新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象征 你现在到非洲都能看到这样的建筑 因为他们认为这代表着变得富裕的 变得强大了 所以这个建筑变成一种文化的力量 甚至扩展到了非洲 你看不到任何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征 在这个建筑上 当然这也没有建筑师替他们做 这是中国的农民自己发明的 自己设计的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们作为建筑师 我觉得一定是要有自己的立场 不是说我做一个好的设计就可以了 你处在重大的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自己鲜明的立场 你赞成什么 你不赞成 有些基本的问题 必须是要问 不是说我是个建筑师 我接到了足够多的项目 我做了建筑 造了足够多的房子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一些基本的问题 都是必须要问的 那么 我简单说一下 举两个例子 说一下 我做一个建筑师 在做什么 其实大的重置规模上 其实是非常难以控制的 我们一般是从比较小的规模上开始做起 那么我在这里 我在这个中国美术学院教书 所以我在过去的十年里 威尽的学校设计了一个校园 这个校园其实不只是一个大学校园的设计 它带有关于一种新的城市模式探讨的 这样的一个意图 你们看一下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建筑的摆布的形态 所以我刚才看了这个杭州地图的那个形态 就非常的相像 因为它以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机理 为一个背景的情况下 那么整个的这个建筑并不是按照简单的这样的一种 几何化的方式来摆布 它是以原有场地上面的 包括鱼塘 稻田 路网 所有这些东西为根据 来重新摆布 那么第二个 你可以看到建筑有非常好的密度 知道今天还有人在批评我说你为什么把建筑造成这么密 我我一直坚持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城市有生气的城市 它需要有足够的密度 同时足够的密度它可以节约土地的使用 因为其实中国特别缺乏土地的一个国家 尽管我们很大 但是我们特别的缺乏土地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就导致了自然的部分 可以被最大限度的保护和保持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校园里 你可以看到三分之二的自然 被我们原封不动的 原封不动保护下来 我们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土地来建造这个校园 这是我画的草坪 你可以看到非常高密度的建筑 那同时还有一个高度的讨论 因为到底要做多高的建筑 现在中国的建筑都造的很大 实际上我们做过一个测试 比如说杭州 你现有的人口 现有的建造量 房子到底应该造多高 我让我的研究生做出来的结果 如果说有足够的密度 平均八层楼就够了 任何高层建筑都不需要 那么大家为什么还要造那么多的高层建筑 因为没有认真的去探讨我这个问题 其实高层根本是不需要 这是最后大家可以看到的建筑 但是建筑还要解决建筑的问题 很多人关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探讨 需要在这么大尺度的建筑当中 重新被探讨出来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自动的继承的 传统的中国建筑其实都是很小的 现在的建筑一般来说不可能避免要大很多 从这么小的建筑到这么大的建筑 简单的所谓的继承和模仿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它需要某种创造性的这种形式的转变 这是我们的校园 以远远的看过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们的建筑学校 这个间银里面就是我的办公室 这是我们的学生宿舍 这是我们学生吃饭的食堂 餐厅 这是学生在上课 所有的这个建筑的材料 都是在我们广泛的收集被拆毁的旧建筑的旧的材料 一共整个校园里头收集了700多万片旧的材料 当然在中国很特殊的是旧的材料 在一开始只有新材料四分之一的价 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们用非常低的造价实现了这个建造 最后算下来我们整个校园的造价 只相当于这个地区平均大学造价的一半 这是学生们在桥梁上在调 这也是他们的课程之一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 就是关于传统的继承 大家都在说建筑的保护啊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是这种手上的工艺的保护 因为建筑保护可以在那里 如果手上的工艺消失 这个传统才真正的消失 因为没有人会继续做 所以我一直强调活的保护 那么在我自己的建筑里面 那么我反复的来试验 有没有可能这种手工的劳动 和今天的现代化的施工作业 可以在大规模的建筑当中共聚 有没有可能 我们实验的结果完全有可能 这是我刚刚完成的 在我们的校园里的一栋新建筑 六千平方米 是为这个访问的教授提供了一个旅馆 那么你可以看到用了这种土 这是我们这代乡村建筑里面 有30%都是用土做的 包括这种瓦回收的旧料 这个建筑基本上完工了 下个月应该就彻底去 现在已经可以去看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基本的一些做法 比如这个传统的中国的木结构 如何用这种新的建筑方式 来再次讨论 这是土的墙计 石头的墙计 竹子 屋底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中国 就是我们通过建筑 可以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想得非常的远 一定要尽可能朝远了去想 所以整个这样一个讨论 我想就要问的问题是 如果说在历史上 一千年前 中国曾经发生了一次 很重要的 我们称之为要杭州革命的 关于城市规划思想的转变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 那么一种可持续建设意义上的新的 杭州革命 有没有可能在此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